但是3D地图使用方法1,请你1放在台中市资料这边,2的话点一下这个3D地图 那因为我刚刚有做了一个它叫做导览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另外再产生一个新导览也可以 不过我拿刚刚的好了,直接点开来 那它就会帮我把那个相关的资料呢,直接用地图的方式呈现 不过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新图层,你这个图层它会越来越多 那你按一下新图层,它会多一个新的图层 ok,然后如果你要改变它的话 我再把它重新来一遍 这边插入一个,导览部分你可以新导览 然后我的习惯是只留下我需要的地标,就是精度跟纬度 然后再把它改成什么,改成热力效果 并且把这个图层这边叉叉,关掉 然后往前推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马上可以看到整个台湾地图在这里 那基本上因为我给的资料只有是台中地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中地区哪边的WiFi热点最多 可以看到,好像这一块是最多的 所以理论上这一块应该是不是所谓的那个西屯区吧 跟北屯区吧 那可是如果你假设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的话 你其实可以点选上面有一个叫做地图标签的 这个地图标签其实就是把那个地名给显示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标签如果没有的话,谁会知道哪里是哪里 那点下去之后的话,马上就出现了 有没有看到,这边东区嘛 这边是西区 然后往前推好了,中区在这边 那西屯跟北屯应该是这一块,这边没显示 那哪边是最热的啊,好像这边吧 这边是哪里啊 日远,不是台中公园 这边应该是哪里 我印象中这边应该是什么,一中商圈吧 对,这边是一中商圈 所以一中商圈应该,可是一中商圈在这里 这里是哪里 再查一下好了 一中商圈的下面 所以为什么这边要特别有WiFi,我不知道 可是应该是对的啦 那其他的话,这边还有哪里 其他地方 这边也蛮多的 这边应该是什么,电子街商圈 季光商圈 可是这边好像人越来越少了 我上次去好像没什么人 然后车站在哪里 车站应该是在 这块吧,我印象中 其实我去台中次数也蛮多的 但是 毕竟还不是本地人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还是要再看一下 所以同样的方式 你们也可以改成 统计台北市的 台北市那个数字点两下 一样可以把这个资料给呈现出来 那将来呢,如果说你假设要照相的话 你会把这个用刚刚讲的那个拍照方式 甚至如果你不要用刚刚的拍照方式 这边还有什么,建立什么 建立视讯 它甚至可以帮你把这边变成一个影片档 甚至如果你要照相的话,这边也可以照相 OK,其他的话 自己来玩玩看吧 我是觉得你们在统计上面可以善用这个3D力图呈现 这个应该可以得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而且非常的直接 有没有,这边就有了 OK 那所以我刚刚提到 除了台中之外 如果你想要做其他线 台北,这边快点两下 那这边就是台北资料 你可以把这边一样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清除 然后这边把它转换为范围 然后一样 如果你假设不分区的话 你就直接利用插入3D地图 然后这边就新增一个导览 这个导览的话就是台北市的 台北市在这里 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甚至桃园也可以 这边的话 一样把资料只留下精度跟纬度 然后最后把它用热力的方式 有没有 这边就呈现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WiFi热点最多的应该 也是在这几个区域吧 好像这边特别热 这边是哪里呢 不知道 把地图标签打开 这边是哪里 这边应该是车站的 对,没错 这边就车站 捷运站 高铁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 很热应该没有问题 其他还有哪里 这地方是哪里 这边应该是公馆吧 不是 这边是孤岭街 这边好像没什么人 为什么这边 这边就建中再过来一点点 这边好像没什么人潮 可是为什么WiFi这么多 其他的话 这边就古亭 这应该是四大 对 这应该是四大夜市附近 大概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统计出 WiFi热点 我觉得可以再搭配3D地图 其实呈现出来 那就更直觉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你们报告里面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再加上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把它拍照下来 拍照的话 有所谓的建立场景 你也可以把它拍照下来 试试看 会计划 会计划 会计划